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江,今天给大家讲宅女爬窗捡内衣,发现楼下住的竟是自己网恋多年的男友的故事,麻省小姐和罐头千婶。 小新是个十足的宅女,买东西从来不出门,只选择网购。 为此她还特地在门口设计了一个快递投放入口,房里堆满了许多快递。 为了不出门,她还买了饮用水,还有其他的生活用品,整个房间就如同一个小漫步一般。 小新有一个谈了好几年的男朋友,不过是网恋,他们没有见过面,平时聊的话题也都是生活中的小事。 这天,小新刚洗完澡想换衣服时,没想到她的内衣掉到了楼下,还好家里有个钩子,小新慢慢地把钩子伸了下去, 没想到勾上来的竟是一条男士内裤,小新又把裤子放了回去。 当她回到座位上回复男友信息时,一只猫咪把那条裤子又送了上来,小新生气地把短裤扔了出去, 但一阵风又把短裤吹了回来,而且吹到了小新脸上。 这时小新发现,自己的内衣挂在了小猫的头上,她想用小鱼引小猫上来,却不知小猫直接想过小鱼干逃跑了。 她的内衣掉在了地上,小新直接跳出窗外捡内衣,可能是老天想戏弄小新。 突如其来的大风刮走了内衣,内衣掉到了楼下的窗台上,小新只好用绳子绑住自己。 这时,楼上泼下来一盆水,紧接着接二连三的东西往下落,还好小新都巧妙地躲开了。 不幸的是,绳子被磨损地出现了裂痕。 小新及时抓住了窗户的边缘,她伸手要拿回内衣时,男儿伸手比她抢先拿走了内衣,小新起码把内裤扔给了她。 男儿看了一眼窗外没有人便回了房间,小新躲在了窗户上面。 男儿离开后,小新偷偷跳进了房间,看到电脑上的聊天页面才发现,谈了多年的网恋男友就住在自己的楼下。 小新走出房间准备回家,没想到男儿已经在门外等待了,二人四目相对,尴尬中透露着害羞。 有的时候,缘分就是这么奇妙,会到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对的人。 缘分有一种难言的美丽,在不知不觉中考验着现实。 缘分是存在于相遇者之间的一种自然而神秘的心灵力量。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匆匆过客,有些人与之邂逅,转身忘记,有些人与之擦肩,必然回首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,不管你来或不来,娜娜都会在二群的世界里,每天为你守候。 感谢观看